正本清完基本法 今天我們繼續有基本法推廣 到委員會的張俊勇和李浩然 多謝兩位跟我們說第69條 第69條表面是說立法會的任期 實際上有多少歷史故事 要和大家考究一番 60條是這麼寫的 香港特別行政局立法會 除第一屆任期為兩年外 每屆任期四年 表面上就好像沒什麼 四年一次立法會選舉 現在香港人都很熟悉 跟全球選舉的循環都有密切關聯 全世界當然會關心美國選舉 美國選舉四年一度 怎麼記呢 我就記奧運 奧運完結後 通常美國總統就要選 所謂埋牙 互相共和黨代表和民主黨代表在爭辯 全世界就很瘋癲地報道 我們的立法會選舉原來都是同年發生 第一屆的立法會的任期是兩年 跟港英殖民管治時期的立法局 當時港英時期的立法局最後一屆是1995年產生的 所以如果計算四年的時間 回歸1997 剛好其實就是他任命的兩年 剛好中間 當時的良好願望就是希望可以順利過渡 也可以成一套班子可以過渡 令到特區政府運作比較順利 所謂直通車的概念 所以當時基本局選舉時 認為第一屆的任期應該是兩年 就是這個原因 但後來出事就因為 即直通車就過不了 1995年那屆的立法局選舉 當時中央覺得為彭定康里的做法 是深違反的 違反基本法 不如說一下概念 幾件事經常撈亂 第一就是回歸前港英的那個叫做立法局 回歸後我們是立法會 我們其實之前都說過 今天再加多一個概念 叫做臨時立法會 其實就剛才Thomas解釋了 原本立法局兩個好願望 就是1995年做到4年 就做1999年 所以第一屆 雖然都是立法局那班人 但是因為回歸之後 國體已經不同了 但是為了原班人馬可以繼續 雖然都是跟一班人 在做相類似的立法工作 但是我們不可以再叫他們立法局 所以就變成第一屆的立法會 其實是這樣 但是回到Vincent剛才說 良好願望 就因為英國的所謂三違反 違反基本法 違反了中英的談判協議 以及一些共識內容等等 因此其實就令到 因為英國人這個違反 就令到沒有辦法 這個立法局就順利 變成第一屆立法會 所以在96年的1月 中國就被迫 因為你都有很多回歸的 法律要處理的時候 又沒有了這一屆的 順利的過渡的直通車 就逼著一定要成立一個 臨時立法會 這個臨時立法會的任期 就由96年1月 就去到98年的6月 在這個期間 就進行一些 回歸的一些必要的立法工作 其實他們都很有節制 在兩方面 第一就是包括 他們的任期上限制了 一年之內就要完成 回歸之後的一年 第二其實他的工作的立法內容 都只是集中在和回歸的時候 必要的一些立法工作 所以大家知道 臨時立法會去到98年的6月 所以這個結束之後 就開始選舉了 真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一屆的立法會 就是98年7月的任期就開始了 原先就應該是4年 應該是98年02年06 但是就因為 第69條就說 香港地平戰區立法會 第一屆的任期是兩年 所以就是98加2 就去到00 接著就 大家很熟悉的00 04 08 1216 一路數下去 所以第一屆的立法會 就是98年 出去分開始 然後兩年 其實也有一點影響 有影響的 原本原先設計的直通車 99年就選 99年才選 那個是4年 是選第二屆的立法會 現在變了2000年 99加4是03 接著就07 11 15 就是原本的設計 我們就是在奧運前一年 現在就變成跟奧運同步 好了 我們看歷史的故事 和中間的變化 都是那句 其實基本法都是一個活的法律 因時制宜 大家看 原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於是 98年選第一屆立法會 69條又規定了兩年 於是00年第二屆立法會 一路數一數一數 就數到現在了 有關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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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